好了,很欢迎大家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最近我这几集都在讲关于自由的问题 现在就讲到中世纪关于自由的概念 在中世纪关于自由的概念中 主要是基督教自由意志的概念 中世纪主要是基督教的文化 在西方来讲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里面 讲关于自由的讲法 其实不是我们近代所讲的自由权利的意思 这个讲法 不是讲政治自由 而是讲一个所谓自由意志的讲法 讲自由意志 基督教所讲的自由意志 上次讲过 在基督教来讲 最初不是有什么特别好的意思 这个 因为上帝给人有这个自由意志 结果人就选择不服从上帝 这个 他就宁愿选择这个蛇的引诱 因此 这个所谓自由意志 其实就是所谓一个可善可恶的可能性 结果就成为这个人罪恶的根源所在 上次讲过 这个关于自由意志 这个讲法 其实就是中世纪时候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的一个讲法 这个讲法 就被当时的教会所接受 被当时的教会所接受 这个 因为这个讲法 就很能够配合到 当时的教会的 传统的讲法 可以配合到教会的原罪说 恩典说 救赎说 所以这个教会 就召立了奥古斯丁的讲法 讲人有原罪 人因为堕落而有原罪 这样 人到最后 就是这个 有审判 这个 善的可以得到恩典可以上天堂 惡的就受惩罚落地獄 这个就是所谓恩典说 这个 当然 这个奥古斯丁的讲法 亦都受到很多的质疑 在当时来说 亦都有其他派别的讲法 跟奥古斯丁不同 这个亦都受到质疑 互相质疑底下 教会接受奥古斯丁的讲法 其他的讲法当然就成为这个异端 这个 这样 一直到后来 基督教的神学理论的发展里面 亦都一直有不同的 讲法 质疑和辩护 关于奥古斯丁的这样的讲法 上次就是讲到 譬如关于这个创造说 这个 当我们说 上帝创造一个人 他会有自由意志 而这个自由意志 又会选择堕落 这样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人会堕落呢? 人始终都是上帝创造的 人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堕落都好 上帝都要负责的 为什么上帝会创造出犯原罪的人呢? 这是其中一种关于上帝创造的质疑 另外关于先天至善的质疑 也有的 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了 人类存在之前 已经有所谓的水灾 地震 这些天然灾害 这些天然灾害不是因为人的堕落之后 因为人的堕落 所以上帝惩罚人才出现 在人类堕落之前已经有了 这些天然灾害 又怎样解释呢? 另外关于恩典 也有一些所谓的质疑 就是关于天堂地獄说 之前也有说过 这个关于天堂地獄说的说法 这个天堂地獄的说法 其实很多有些不同的学者都说 并不是证明上帝博爱 因为上帝很需要去拯救的人 其实就不是那些善良的人 其实是那些恶的人 正正这个 为什么上帝只要救其中一部分人 另外一部分人又不救呢? 这个就是要拯救犯罪的人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这个罪恶问题 再加上天堂地獄说 结果反而捷外生之地 引起很多不同的争论 在基督教的神学义里里 引起很多不同的争论 我们说回自由意志 奥古斯丁说人的堕落 是因为人有这个自由意志 后来也由这个神学家麦基質疑 为什么不将人造成一个自由选择的时候 他有自由意志 这个自由意志 会做自由的选择 在自由选择的时候 为什么不做到一个人 总是选择善呢? 在这个时候 这个上帝是要负责的 人会选择恶 这个问题 上帝是否要负责任呢? 为什么不做到一个人 总是选择善呢? 当然 奥古斯丁也有一个回应 就是说 自由必然是包括可以恶的 不可能只是选择善的 所谓自由 一定有得选择才算是自由的 所以自由 讲你讲自由意志 就一定要包含这个恶才行 如果你只是选择善 那怎么算是自由呢? 只是选择善 不算是自由的 确实也是这样 你逢是选择 都一定是善 那样何为自由呢? 但是这个麦基 他又这样质疑 但因为上帝创造人 上帝创造出人 人的选择 上帝始终都要负责 所以这个在自由意志里面 包含了一个所谓全能的缝论 自由意志是上帝创造的 自由意志是完全自由的 最后就是上帝原来没有办法控制自由意志的人 所以上帝就不是全能了 这个就是所谓自由意志的缝论 这个 奥古斯丁就反驳 他就说这个 所谓上帝不能够控制自由意志的人 这个意思是不太准确的 其实呢 上帝就不是不能够控制自由意志的人 他只是不想去控制 这个 这个麦基他这样回答 他说 那为什么全善的上帝 又不想去控制 这些罪恶的产生呢 这样去质疑 在这里来说 奥古斯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这个 但是去到近代呢 亦都有一些神学家 提出一些新的回应 为了这个这样的论证 这个近代的神学家 普兰丁格 曾经作出一些新的辩护 他呢 推出一个所谓新的模式 这个叫做无态逻辑的模式 来到这个为这个 拨论呢 做一个辩护 这个所谓无态逻辑呢 就跟这个传统逻辑不同 这个 因为传统逻辑呢 就是一个二席逻辑 所谓二席逻辑呢 就只有真和假 两个席而已 不是真就是假 这个是传统逻辑的 所谓二席逻辑 而无态逻辑呢 就是三席逻辑 三席逻辑呢 就是说呢 它呢 除了真和假 这两个席之外呢 还有第三个席 就是可能 就是真 假 可能 有三席 这个所谓无态逻辑 这个所谓 关于这个罪恶的勃论里面 这个 第一个名题 就是讲讲上帝全能 第二个名题 就是所谓上帝全善 第三个名题 就是所谓这个罪恶的存在 就是 上帝既然是全能 既然是全善 为何罪恶会存在呢 就形成一个所谓罪恶的勃论 这个 在这个罪恶勃论里面 就没有一个明显的形式矛盾 就是说 没有一个所谓A与非A的一个 那么明显的一个矛盾在里面 它这个矛盾是一个隐含的矛盾 就是说 上帝是全能全善的 但是罪恶又存在 就是隐含着上帝又不是全能 或者不是全善 但是要证明 这个所谓隐含的矛盾 就变成要借助其他命题 当我们要借助其他命题的时候 这个其他命题又要有其他的证明 所以 现在仍然都未曾有人能够 推出一个罪恶勃论 是很明显的 是自相矛盾的 这样 这个普兰丁甲的意思 就是说 到现在为止 都未有人 能够从这个 议席逻辑里面 推论出 这个 罪恶勃论是一个明显的假命题 这个 明显的矛盾 这样 这个 未曾从这个 移席逻辑里面 很明显地推出来 这个 但是如果要讲一个所谓隐陷的矛盾 或者隐陷的命题 那便牵涉到一个所谓三直邏輯 即是一个可能的命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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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兰丁甲 他就认为 这个所谓 这个 罪恶勃论里面 就没有一个所谓隐陷的矛盾 他就不认为有人 里面有一个隐陷矛盾 这个可能 就是有可能 就是不矛盾 即是如果 找到一个隐陷的命题 和这个前提是相容的 不矛盾的 而又可以隐陷这个结论 就是这个所谓的相容性 这个 即是这个 所以这个 罪恶勃论 如果我们讲到这个相容性的时候 这个罪恶勃论就可以成立 这个就不是一个勃论 这个 这样 普兰丁甲就尝试去找这个命题 这个隐陷的 有相容性的 这个隐陷的命题 出来 他找到的命题 就是这样 他说 上帝是有理由 创造一个有罪恶的世界 他找到这样的命题 这个 这样普兰丁甲的所谓 可能性推论 他是这样的 即是他说 如果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人 是自由的 可以作恶的世界 一个是人 没有自由的世界 这样 如果有两个这样的世界的话 这样 这个有自由的世界 就比这个 没有自由的世界 更加有价值 所以 上帝就创造这个自由的世界 如果上帝 控制了人的决定的话 这样就不是自由了 所以 上帝就要创造一个更有价值的自由世界 要做一个可以行善的人 所以 上帝就不能够不给予人一个所谓作恶的自由 所以 上帝的原意 其实是要人 自由地去选择善 但是人 结果 就不用了上帝给他的自由意志 选择了恶 但是这样 这个人选择恶 仍然无损上帝的全善 所以 从这个名题来说 这个所谓罪恶的拨论 这个前提 那里所谓的 上帝 全能 全善 和这个结论所谓的罪恶存在 正正就是 因为一个隐含的命题 就是所谓刚才所谓的 上帝创造一个有价值 也有罪恶的自由世界 因为这个隐含的命题 就令到这个前提和结论 好像有矛盾的拨论 变成可以商用了 变成可以商用了 这个就是一个 普兰丁格所谓的 所谓的 无态逻辑所谓的一个解释 这个 即是将这个这样的 罪恶拨论 用一个无态逻辑 重新来解释 建构 当然 这个这样的说法 也会引起争论 也有批评 就说 这个 无态论症 这个这样的说法 其实是受到 分析之后的影响 重视这个 逻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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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样的 无态逻辑的说法 这个是一个 所谓 当代形态的代表 这个 就是一个 所谓 发展的新起点 或者 里程碑 这个 但是 就是因为 它用了这个 无态逻辑的 去论证 所以 就变成是一个 弱势的 逻辑论证 因为 它只是说到 这个相容性 而可能性 而没有 证明到 这个命题 是真 这个 正正就是 它转了 做无态逻辑 所以变成一个 弱势的 逻辑论症 这个 亦都不能够 解开 人 在现实上 面对 罪恶的痛苦 的时候 这个 这个 对全能者 那个 看法 这个 对罪恶的痛苦 这个 在现实上 这个 那个 罪恶的痛苦 这个 用这个 无态逻辑 解释不到 这个 另外 对这个 全能者的解释 亦都跟这个 正统神学不同 即是 它将这个 全能者 那个 上帝 上帝 全能 全善 那个 全能 那个上帝的解释 跟这个 传统的讲法 其实是有些不同的 这个 因为 这个 全能 全能的上帝 它又要 要 創造人 可以自由地 去选择 这个 全能的上帝 仍然 都要受到 这个 邏輯的限制 跟正统 那个 神学 那个 全能 在邏輯之外 他的说法是有些不同的 这个 所以呢 这个 就是这个 所谓这个 近代 近代 这个神学家 普兰丁革 对这个 罪恶撥论的一个 新的一个 辩论的论证 这个 当然也是引起很多不同的 的 讨论 这个 这个 那 除了他之外 另外也有这个 当代神学家 希黑 那 他呢 也有一个 新的 神证论 来到去 尝试去解决这个 自由和罪恶的问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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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黑 他那个 的 理论 就叫做 灵魂塑造论 这个 就是说 上帝 创造 这个 人 就不是一次 就可以完成的 人类 是要这个 成长 要 经历一个 漫长的 过程 人 初时 只是 这个 道德 潜在的 存在 就是 这个 这个 初时的道德 只是一个 潜藏的 存在 他 要经过这个 自由 经过这个 追求 价值 要 追求这个 实现自我 跟着 这个人 才慢慢 漸漸成熟 到最后 终于 就有上帝的 模样 有上帝的 有上帝的 样 这个 就成为 上帝的 儿女 这样 所以 上帝 创造这个 人 就不是一个 短时间的活动 突然间 做出来 不是这样 而是一个 漫长的历程 这样 人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不完善 不纯洁的 是有罪恶的 是不成熟 是会犯罪的 人呢 就是由这个 人呢 就不是 由这个 完美 的人 而去堕落 刚刚调转 过程 应该是由 不成熟 到成熟 是要经过这个 考验 的自由 跟着呢 经过考验 经过这个自由的考验 次与自由 那就更加有价值了 因为这个 比较成熟 经过这个自由的考验 才是一个 成熟的人性 才是一个 完善的人性 和一开始的时候 上帝就直接斥语 的自由 来比较 这个 考验之后 的自由 才是更加有价值的 所以这个 上帝创造 这个受考验的人 这样的模式 上帝其实是特意 去创造一个 自由的世界 被人 可以作恶 这样 人才能够真正 享有这个自由 才真正明白这个自由 所以这个自由的世界里面 上帝和人 是保持着距离 他不会决定人的行为 如果不保持距离的话 人是不可能会有自由的 什么都由上帝决定了 人如何有自由 这样 这样 这个就是 这个 稀黑 对于这个 自由的说法 这个 就是尝试 从这个 历程的说法 慢慢成熟的说法 来到去 讲这个人的自由的问题 这个 自由和罪恶的问题 那么 稀黑的这个 神政论 他不单止 只是说这个 人的罪恶问题 他连这个更加 争议的 自然罪恶 就是刚才所说的 那些天灾 地震 那些问题 都 可以解决 因为 这些 天灾 的 天灾的 说法 所谓的地震 水灾 这些 这样的 天灾 自然的罪恶 自然的灾害 都是用来 考验人的 这个 正正 就是要创造一个 艰难的世界 给人 这个 上帝所创造的世界 不是一个乐园 这个 上帝也提供困难 提供挑战 令人去成熟 一个乐园 只会令人堕落 不会令人进步 这个 所以 这个 连这个 自然罪恶的说法 都解释了 这个 这个 就是 神学家 希克的 新的神静论 的说法 好了 希克 这个说法 很厉害 这个 推翻了 传统基督教的原罪说 基督教的原罪是说 人是堕落 就不像他那样说 是慢慢成熟 也都推翻了 这个地狱说 好了 这样呢 这个就变成 跟传统的说法 就很不同了 希克的说法 当然 这个 希克的说法 这麽新 当然 也都受到 不同的 学者的质疑 也都会 这个 那些人对他 质疑的说法 是什麽呢 就是这个所谓 这种 这种说法的 成效成疑 这个 即是说 他是不是真的 这麽有效呢 这个 这样的锻炼 上帝给人的 这个 考验 是不是真的 这麽有效呢 因为我们见到 确实有很多 知识人人 道德修养 非常之好 的人 但是他仍然 都是经历很多 挫折 很多艰难 很多灾难 但是 另外一方面 有些恶人 他呢 就不单止是 没有遭遇那麽多 挫折 艰难 灾难 他的遭遇的 范围越来越好 这个 所以很难说 所以变成 是不是一定 可以锻炼人呢 变成 越来越好呢 这样 成效 不一定 另外一方面 也有些人觉得 用这些 这样的 艰难 包括自然灾害的艰难 人性的艰难 各种不同的艰难 来考验人呢 这个方法 会不会太残忍呢 为什么上帝不用另外一个方法呢 这个 这个世界 如果不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就是一个乐园呢 这个世界 是不是只有两种情况呢 一是乐园 令人堕落 一是 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呢 这样 这样 这个呢 就是这个 近代神学家 对这个 希克 这个 新的 说法的一种质疑 那 除了希克 刚才介绍了两个 神学家的说法 一个就是近代的普兰丁革 一个希克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神学家 叫做格里芬 这样呢 他也说过一个 所谓叫做过情神正论 过情神正论 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说法 也是一种类似这样的说法 他认为这个世界 不是一个独存体 不是世界以外 另外有一个上帝 世界和上帝是互为内在 互相影响的 世界 就是因为人的经验 而漸漸生成 上帝 世界 和人 是一齐 一个 经历一个过程 而去生成变化的 所以 上帝 就不是控制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是自我活动的 所以 难免就会有罪恶出现 世界的创造过程 里面 这个创造 其实是有风险的 是有代价的 是有可能性的 这样才算是有创造的 所以 恶的存在是必要的 上帝也要承受这些恶 这个 也是一个类似的说法 这是过程神正论 就是说 就是说 其实这个 是有一个过程的 所以在过程中 难免会有恶的出现 恶的出现 当然 当然 卡里芬也遭受到批评 这样说的 上帝就受到限制 即是说 这个上帝是不能控制这个世界 这个 另外就是 如果我们想要有多些善出现的时候 就要经历大量的恶 这个策略是否真的很好呢 是否一定要经历大量的恶 那些善才能够出现呢 现实上 这个世界 其实是太多恶 太少善 这个代价又会不会太大呢 还有 这样说的上帝 完全都不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上帝 这些所谓的质疑 这个 这样就是 这个 总结来说 对上帝和罪恶的矛盾 的解决方法 有几个方向 有 主要是两个方向 关于上帝和罪恶 一直都是这个 神学理论里面的一个 很难解决的矛盾 这个矛盾 一般来说 就是两个方法 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 否定罪恶的真实性 就认为罪恶是没有一个实存性的 例如奥古斯丁的说法 所谓罪恶是一个善的缺乏而已 罪恶没有一个实存性 这个就是否定罪恶的真实性的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方向就是 修正上帝全能全善的属性 否则一定会出现矛盾 所以如何修正呢 其实近代的神学家 就认为很难解决 普兰丁格 希克 或者格里芬 这些全部 都是 尝试把 上帝全能全善的属性 用不同的方式 以加以修正 令他不要与罪恶产生矛盾 所以其实不同的神学家 他们的说法来到近代 其实仍然未曾能够好好地解决罪恶 逻辑拨论的问题 所以到最后 这仍然是一个原而未决的问题 仍然是一个逻辑的拨论 这里我仍然介绍一下 关于中世纪时期 关于自由和罪恶的拨论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是想说 中世纪时期 基督教所说的自由的问题 这个自由的问题 一直都在说自由意志的问题 而不是政治自由权利的问题 这个自由意志 其实是着重 这个依赖上帝 依赖教会 的一个自由的说法 中世纪时期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说法 更加不是一个政治自由权利的说法 所以这里已经介绍了中世纪时期 一个关于自由的说法 下次再继续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自由精神和科学的问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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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